一场以日本著名流行艺术家村上龙的作品为特色的展览 周三在纽约高谷轩画浪开幕 标志着对NFT世界的深入 这部名为穿越历史的剑的艺术品 在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 村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想要表达我是如何消化人类创造的源源不断的艺术历史的 三种不同的展示在高谷轩位于曼哈顿麦迪逊大道的两个画篮展出 参观者可以在每个空间激活snapchat过滤器 以欣赏实际作品中的增强现实动画 日本多产的村上龙在自己的工厂和玩具雕像的帮助下 将自己的作品打造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品牌 从而成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现在人类认知领域的扩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一名艺术家 我解释现状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 这个展品说明了情况 村上龙说 这是自2014年以来 村上在高谷轩的第一次展览 我真的很想做一些像中国历史韬鱼一样的东西 然后但我无法做到这一点 从技术上和概念上 但15年后我能做到 村上说 这些鱼画的灵感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元代花瓶 这个艺术品还有另外两个部分 这些作品基于克隆NFT倡议 该倡议是与RTFKT工作室共同开发的 克隆体X是一系列以绘画和雕像形式出现的NFT头像 还有与村上花卉NFT项目相关的绘画 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视频游戏的像素化图形 穿越历史的剑将持续到2022年6月25日展完 请不吝点赞订阅